Hello,大家好,我是随遇而安的小人姐 在高游的这些天,我还是最喜欢高游湖了 高游湖,古名叫樊梁湖,属于淮河流域 它仅次于太湖,洪泽湖,成为江苏省的第三大湖 高游湖湖面框管,特别美,物产丰富 像高游大杂蟹,高游龙虾都比较出名 当然了,最有名的还得属高游的咸鸭蛋了 我们来游玩的这一片地方呢 它属于这个蕴河西堤绿化风光带 大片的这个草地,特别的美 它位于这个金航蕴河与这个高游湖的这个纽带一个位置 南起郑国寺,北至这个万家堂,西陵高游湖 东陵这个金航大蕴河 然后这边有停车场,这个就是西堤蕴河文化公园了也是 设施还是非常齐全的,有停车场,也有这个小电驴 我们是五一假期,然后一直在高游 所以高游湖这边的小花开的也是特别的漂亮 五一游玩的人也特别的多 这里呢,也建了非常多的小亭子 可以用来纳凉 每个小亭呢,都有它的名字,这个呢,叫雪浪亭 一眼望去就看到了这个高游湖 因这个水位高游运河,也称为玄湖 这是一个神珠亭 小亭子建的都非常的漂亮 两边都设了这个梁椅,可以坐在这儿 然后去看看这个湖,休息休息 坐在这里真的是心旷神怡 又因为位于这个高游晨,所以这个高游湖呢 它也成为这个西湖 小花开的是粉嫩粉嫩的 看得是真好看 一眼望去,绿油油的一片大草地 这就是西堤蕴河文化公园的这个绿化风光带了 蓝蓝的天空,白白的云朵 绿绿的草地 好多家长都带着小朋友来这边度假游玩 这边可以扎帐篷,可以放风筝 喜欢的朋友可以来这里来玩一玩 是个非常值得一来的地方 看到一只野蜻蜓,在这儿呢 跟绿草在一起都看不出来 哈喽,大家好,我是随遇而安的小任姐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这个高游湖 我后面就是这个湖了 今天的阳光特别特别的好 随我的镜头一起来看看这个美丽的高游湖吧 我坐在湖边的咖啡店 湖边的咖啡店 湖边的咖啡店 是一片一片 这座小城 它叫高游 春是春来 秋是秋 高游湖 高游湖 高游湖边 我手牵手 这儿 这儿有一大片的这个树林 特别特别的美 对面好多的这个船呀 我在外打拼了许多年 每年都回一阵子 你给咱就管了 捡到一只小菱角 干皮了已经 还有搭帐篷的 露营的 这一大片的芦苇草 这座小城 它叫高游 春是春来 秋是秋 用来缓慢的生活节奏 进行城市的内风温柔 小城街道 云巷口 掩盖不了 它的历史悠悠 我看过好多 好多高楼 不管找到哪 我总会回头 我坐在湖边 我们留了这一圈 这一片全都属于这个西滴运河文化公园 有船 就刚才拍到的那个 太漂亮了 这边有船只 就这个船好像还有人家住了 来游玩的朋友可以去看看这个郑国寺 郑国寺呢 位于高游市晨西西蒙湾的这个核心岛上 郑国寺呢 它始建于唐溪中时期 来玩游客也不少 运河 一般都是运货 运沙石比较多 多多多多多的 多多多多的 可以带来这个声音 第一次见这个黑竹子 蹭黑又亮啊 竹子这儿有一只小白兔 郑国寺塔呢 也称为这个西塔 该塔呢 虽然经历了这个历代的这个休憩 但仍然保留了这个唐代的风格 宋代的基础 明代的大修的这个特征 被人们誉为运河上的明珠 南方的大烟塔 点赞加关注 视频不迷路 录到这里 下期见